這是一個聊天的故事 然後就是聊你們的 今天來的主要是聊維芬的 可能因為嚇呆一點 就跟你聊沒有聊中華鏡 我覺得我不是人 還差不多講兩句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對吧 是不是這樣好 然後按然後 然後七分鐘八分鐘 我們現在就在倒數 我們現在倒數 倒數馬上快點跑上去 對 它會有點 這怎麼講 上傳速度會累一兩秒正常 但是這是現在的畫面 這是這個傳數 我們現在是這樣還是這樣 所以你沒想辦法報告 他現在已經在上面了 對不對 已經開得到10秒 所以網友已經開得到 對 所以你這樣靜兩次OK的 跟馬表一樣 沒有那麼精準的 就是有一個大概 對 但是他就讓他把那個倒數走 然後其實我已經 其實我其實也不一定會刷 因為我滿了我們的 因為我們那個 其實我們那個平台算剛開始 所以其實我也不敢說 就是有可能堵度多 但是他在結束的時候 他會就在 所以大家可以把那個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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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你好 123 我這邊有 站穿 你們要不顧我嗎 這是什麼 123好 站穿 很久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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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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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你是到 有 有 有 那你其實就是在進 但也很久 比較前 對 但你還在 那你現在還要出去 想找 要 可是拍戲當然就去 有 有 因為之前 我們那個時候 我以前那次 你就一直都帥帥的阿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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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不是帥哥 沒有帥 帥 我剛剛演完就變成同事前 彈不掉 他兩邊現在都同事阿 對 你講到他實生後 比較好彈嗎 對 我不知道 我來替你 看起來不要難 太兇 但請 這一次嘛 就是我們 我覺得把 以前都 錢很深的 拉拉丁 全部都拉出來 因為 我印象中 以前的同志 然後同志體態 大部分都是男生的主 女生的很少 但是 像替身體 全部都是拉拉丁 然後 有一半 會是拉拉丁 所以好多拉拉丁 這幾次的活動 都出來 都出容 但是我覺得就是 拉拉丁 在社會裡面 其實 印象中 小時候 第一次 比較看到多人 就是不對對的情形 是啊 其實男生 男生還比較熟 就是 女生在路上牽手 其實 感覺沒適合 大家沒有適合 所以說永遠 但男生牽手 就沒有適合 就是 一定就是覺得有事 對 那女生牽手 什麼時候 你還幫你工作 所以 我想要做公主 這樣 我們想要進一個片頭 我們想要進一個片頭 因為我還會一段影片 以後來就 是安安大門生的 今年的那個節目 就開始 好 其實現在 現在我們已經在上面 就是你們 既然被我控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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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中華 都可以 都可以 你們都可以做任何事啊 因為人是帥 都可以 哦 你們可以 然後他們還做不好 比如說 被困到的加持 想要你們的衛生具 對 然後記得把它 用完之後記得 然後給我們 我們可以放來保護下午餐 這樣 喔 我的天啊 對啊 然後你還可以回去說 等一下等一下五千 讓我爸爸在餐廳那裡 被親了 很開心 你這件是那個 就是純粹 下午茶聊天會改 有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眼睛 對啊 那你試了一些有個沒的 然後每個都沒有拿到東西 有 他就講 也不是講阿妝 他要我做很多 但我就是 加了一個網道路 我就覺得他會想 好不好 真的 不能聊吧 沒有 隨性啊 對 我們沒有設定 這樣很分半 你這樣給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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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哪個都沒有 你這樣給我什麼 對 那根本人拿賣 所以這樣給你 我的賣在這 這是假的 大一排 對啊 所以我賣看了嗎 有嗎 嗯 我的賣有看嗎 我真的沒有這樣 有 我的賣有看嗎 有我的賣的聲音喔 五毛 五毛 第2大老 五毛 第2大老 平常沒有事嗎 他設了五十個題目都很有事 他寶很問到 也沒有用到什麼 五十個題目 一分鐘就五十分鐘 對啊 看我眼睛很有事 沒關係啊 對啊 天啊 太沉重了 他說死之前要完成的願望 什麼東西啊 對啊 死之前要活下去嗎 死之前要活下去嗎 死之前要活下去 對啊 完成的願望 Stay in my life 活得很開心 你今天是特別塗黑的 好看 為什麼 萬 你今天是走 我不知道我猜因為他剛才是穿魂巢 我原本以為是劇組色體 很可悔的 也是一個 對 明明我不要直接穿來 上次不方便嗎 因為西裝都很適合 所以你現在要宴尾 像是裡面剛剛裡面兩個 沒有沒有 就黑色的 黑色的理學劇組 他都沒有瞬移 為什麼要這樣來呢 所以他們裡面都會爆汗 因為很疼 然後是不是就來都爆出圖廣 就是這樣 你好聰明喔 我們節目可以 然後 我們節目可以 你看時間是健康的時間 我們是成人的事件 我們沒有在care這些事件 而且小剛要讀我們 也想看 中華也 在網路上也有些傳言 我們也是蠻想看的 蠻想看的 對 就是我們一直手適不住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那個 星期跟你們做開始的 我教力評價 25秒 我教你評價來看吧 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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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評價 評價不錯 5 4 3 2 1 我們一個gay 一個lala 還能怎麼樣啊 我失戀 那我可以住這裡嗎 莫格 我 我 妳說妳是誰 五郎的男朋友 妳幹嘛去哪 妳幹嘛供應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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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女人 進來了嗎 Yeah 嗨 嗨 嗨 在那種那個 開放式的空間 有覺得比較奇怪嗎 舒服 舒服嗎 蠻舒服的 但是還是要習慣一下 因為感覺旁邊 就有人在上班 對 然後不得太大聲吵 對 你看算李經典人家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我剛剛有想大聲講話 但心裡面不是很man嗎 現在是李經典 現在是李經典 那個佳哥 因為早上 我們剛剛從那個婚禮現場過來 對啊 你怎麼好意思 我剛剛跟Sam的婚禮 真的嗎 那你們姐妹這很隨便 對 那不能有一個禮盒的概念嗎 有有其實有漂亮的禮盒 都說別人了 對就是 都拿走了 真的嗎 好啦 開玩笑 今天我們是一個很特別的那個 阿恩大明星 因為最近 大家一直在討論的一部 我們是網路電影嗎 可以這樣說嗎 對 網路電影 最近很流行在那個 所有的平台可以看到很多很精緻的作品 那 還要唸未婚 還要唸未婚 未婚 未婚 未婚或偽婚 其實都可以啦 破音字 字意上它是唸未婚啦 但未婚 在這裡面要講未婚應該是因為裡面都結婚了 所以怕大家會產生一些那個嘛 對不對 那未婚男女 這個7月1號就會正式的跟大家 見面了 Vito先見面 然後在公共電視 然後密切鎖定那個 Over the Rainbow的那個 臉書粉絲專頁 好 我應該先請那個 到場的三位那個 未婚男女當中的主角 要先跟大家打招 這也是 本節目第一次有金頭髮的人 蛤 哪裡金頭 蛤 蛤 就是 我們一支有餚二人來 唱節目 蛤 但是他其實又是一個 就是道地的 那個我們台灣的朋友 但是他其實很有名 所以其實我在這邊講半天 你們都知道他的誰 但是還是要那個 先跟那個觀眾朋友打聲找 大家好 我是周後安 蛤 蛤 就是這樣 蛤 因為你說夜 我以為就 不是 我想說你爸都這樣啊 所以我就夜一下 喔 shah 夜 你爸就你夜 我最怕你夜 所以我就想說 十列夜 崎姐姐你還好嗎 沒有沒有 我只是想想 天啊 那我這樣等下要怎麼做 就你做你的事啊 我們沒關係 我幫你想一個別的 嗯嗯嗯 好 欸 多聊兩句 我在戲中裡面是演Sam Doff 他是一個南非人 南非人 對對 角色是南非來的 然後他是在大陸 在成都那邊生活一陣子的 成都 然後但是 武剛 的男朋友 對 另外一半 對對對 好 就接著過去就好 你們不都一家人嗎 就不要再分享 大家好 我是李季田 耶 李季田 那我在戲裡面是演五柔 然後跟小剛是兄妹 然後我會喜歡上我戲中的大嫂楊朵 嗯 喔 這一台嗎 都可以啊 你在哪一台我們都抓得到你 就是帥哥就隨便他們自己會來抓 喔 謝謝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唐真剛 小剛 然後我在《偉婚男女》面試演的是武剛 然後這個是我的另外一半 她是我妹妹 然後就這樣 對 就這樣 好 那大家都聽出來了嘛 就是他們三個關係也不太複雜 聽起來也都非常讓人家就是一聽就了解這件事情 那反正那個片名一聽也都知道要做什麼 對 但是其實我們在戲裡面是有點複雜的 因為有另外一位演員 就是他沒有辦法到現場 他現在在橫店拍戲 對 那她是叫沉默 然後在片裡面飾演楊朵 那有點 因為偉婚才講的是行婚 對 對 所以其實在戲裡面呢 楊朵是我的老婆 然後她是她的老公 但她又是我的伴侶 她是我妹 然後楊朵是她大嫂 對 反正就是我們四個人交錯的關係 是有交錯但不複雜 就是很明顯就可以了解 交錯但是不複雜 反正就是行婚之後一切都假的 回到家裡就是誰跟誰睡就是我們很清楚 對對對 這種概念 然後這個戲應該說 一直以來就這樣的同志的議題 或是說同性間的情愛的事情 都壯似神秘 但是我們在很多的那個電視啊電影啊 都其實這種題材很容易就打到人家的心裡面 因為它是一種特別的愛的感覺 那這一次你們又加上討論什麼行婚這樣的一個有這樣的形式 我覺得今天三位來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吧 我覺得這是一部你們應該是參與以來 其實應該也花了很多的心情啊 還有包括了投入很多的自己的想法去表演的一部作品 所以你們應該為大家導讀一下 我們接下來即將在7月1號就可以很正式的完整去看 其實之前辦過的幾場的那個試騙會 我相信 可是有機會來看的人不多啦 但我們希望能夠 因為周敏林導演一直以來 其實在做一些戲劇的創作是非常用心的 那我也去回頭看過你們之前一些那個試音上面 謝謝 那後完先來講好了 好不好 在這部戲你覺得這值得去看的 你的一個直接的想法 就是你怎麼請大家一定要來欣賞 我覺得它其實是 因為我們這個同志的題材嘛 其實是不是剛開始講而已 就是社會已經開始有 對就是所有社會裡面每一個風貌 就是不一樣的人 他們的生活方式 他們的艱難 他們的幸福 我們都會去 因為戲劇其實是一種解剖 我們去觀察一個 一個境內裡面的這個角色 可是它其實比較講的是家庭 然後是講文化衝突 就是我們新的這一代的文化觀念 跟上一代的一個矛盾 他們兩個要怎麼去通融對方 那其實是一個對話 就是我們年輕的人 跟我們父母的交代是一回事 可是父母跟他們的朋友的交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覺得它就是以家庭的模式 來做一個出發點 然後這個出發點就是講 我們社會 我們環境 我們人與人之間的一些關係 應該要怎麼處理 怎麼真的去跟對方溝通 去聆聽對方 是 今天那個中文代表另外一種樣貌 就是我們怎麼可以聽到一個 講一個洋人的臉 然後中文講得這麼好 對 而且重點是它的用之潛詞 怎麼可以如此的到位 可以告訴我們大家說 其實只要用功讀書 可以 做很多有意義的事情 對 雖然他是有一個唱歌很會忘詞的爸爸 但是其實他在講很多事情的時候 應該就是有頭頭是道的感覺 謝謝你 我們剛剛一直 我們今天要進來 不好意思 你叫厚安 要讀厚他一下 現在他是安安大明星 今天跟安安比較有絕對關係 我們剛剛想了一個很有趣的事 就是你對你爸的歌手嗎 熟悉嗎 我知道他是歌手 不是我說他出很多張專輯了 對對對 然後我們一直在想說 我們先丟個問題讓你想一下好了 爸爸出過那麼多的歌啊 如果要讓 就是幫爸爸找一首歌 來幫那個偽婚男女 當主題曲的話 好不好 你等一下幫我們想一下 最適合的那首 因為我相信你這麼愛你爸爸 一定會想很久 所以在你想的過程當中 謝謝 我們先來問一下李金田 好 李金田這一次代表在戲裡面的 另外一組那個情人 對 比較苦戀的那種對不對 還是怎麼樣 有這麼說嗎 可是他又好像 所以說我其實也沒有在管 就是別人反對這樣 這不是你平常生活的狀態嗎 對 是不是戲裡面還是 平常生活就只是這個樣子 對 平常生活會想比較多一點 真的嗎 對啊 看不出來耶 也是這樣講蠻重的啊 還是有多注意一下 有多注意一下 多注意一下 當然戲裡面就是演一些 所以那個 因為我們沒有 我沒有看過那完整的那個 一些片段 我看過片段 沒有看完整的內容 那戲裡面 你跟大嫂的那種 所謂的感情的糾結 是從家裡頭開始發生 還是是在家之外的另外一個地方 你們其實已經是相遇的 從家裡 因為其實我是在家裡才看到大嫂 對 然後其實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女生是我會喜歡的內心 可是 是我哥的老公嗎 我也不能這樣 但後來發現 就是我 我哥其實也沒有好好在對她 而且她還是一樣有交男朋友的時候 我就 就是更想要保護她 其實我這邊也有一隻麥克風 對 但受不到音 所以這隻手 是嗎 她沒受到聲音嗎 但是我的胸不夠挺 不要這樣子 你距離有點遠 沒有沒有 你這樣子對於就是你主演的 對不對 你主演的那個角色上 符合得好 對啊對啊 我覺得她是符合你今天很敬業的 也用這樣的狀態來 參與我們的那個阿安大明星的那個 導讀 未婚男女導讀 你很重要 你很重要 對 因為她是有一個戲 就是除了未婚男女導 還有一部是替身 替身就專門就是 把女生的故事拿出來 對不對 然後未婚裡面其實 今天這兩個男的是配角 所以坐你旁邊 左右互換 是 知道嗎 我們這部戲 對某種狀態裡面 就是對女生的 這種感情面的探討 應該是多琢磨了一些些 男生的大家看了 可能稍微也多了一點點 對 然後現在有人幫你稍微調一下麥克風 的過程當中 就是我們也藉這個 我們都這樣子 突然間覺得屁股被碰了 我們現在在直播 就是隨時有人就這樣放進來 我們都無所謂的 然後線上的朋友 其實也可以開始那個 留下你們想要問的問題 問這三位主角 那今天三位當代表 來介紹這個新的作品 妳剛剛這樣 妳可以說話了 妳有繼續要為我們 做什麼其他的那個講解 講解 我們剛剛停留在這邊後 我們剛剛停留在妳雙部的位子 之後 然後 對 應該說 所以戲裡面一定要很感謝哥哥 哥哥把妳的愛人帶回家 對啊 其實是某某一個場面是這樣子 呃 好像是媽媽把妹妹帶回家 呃 應該說我因為她跟 呃 感覺好像很複雜 對 跟楊朵 這樣就有點就 假結婚 我們終於把這件事情說得複雜了 對 因為我們剛剛把她講得太簡單 對 複雜一點就好了 複雜事情開始了 就是讓複雜成為大家想要去 追尋線索的誘因 對 這樣七月一號大家才會認真的去鎖定 不會只是想去看說 小剛在裡面 到底她內在美的顏色是怎麼顏色 我們常常一直有這樣的討論 並且也成為某些 在座談會上大家喜歡討論的話題 比方說小桃紅或是 小桃紅 嗯 好 小桃紅這個顏色在 唐燈剛 我們不是很建議你翻 就是你想要翻 我們也蠻想看的 對 那你想要完成剛剛那個pah的動作嗎 我們可以等 你先翻一下 一下顏色我們OK 基本上你長這個樣子 如果只是做好好的 我們其實看 觀眾不會太開心 我問男女裡面 你盡可能除了膝蓋之外 有什麼要露出來的地方 我們其實都很願意 在這個地方為你做一個 呈現的 對 而且我們刻意讓金田 跟後安坐在一起 幫你那一切開 我們可以獨立你的話 從這個開始 你可以 這是另外一個時段 而且 那我們可以讓一個知名的 行腳類節目主持人 然後在這個地方 突然就啞口無言 還是回過金鐘獎 這個人真的也是 在今天突然間 講到自己 的這個作品 可見他是喜歡的 然後他想要好好說 那除了小桃紅之外 我們先說點別的 好 好 可以說 說一點 呃你開心說什麼都說 我們可以自由 對 你看你的Sam 這麼開心 你提供一個 他們可以去幻想的架構就好 對 OKOK 就是抱枕那個抱枕的感覺是什麼 你有用什麼 抱枕滿舒服的 你這樣子說 我們剛剛有看到片段 那個抱枕真的 就是滿驚人 很棒 對 他的尺寸尺寸都非常的好 你沒有拿那個抱枕打我 對不對 對 我還打他臉 我們就那個抱枕因為造型 比較特殊啦 比較特別 那很有趣 就是很多人身上也都有 也沒有什麼 對也是啦 但是他就是比較特 比較 長得比較有趣 有人會把他放在客廳 也真的是很不怕人家來家裡看 對 其實也是滿妙 我覺得是滿沒有再特別做一些什麼 其實是如果不是媽媽來的話 我們 也沒有想把他收起來 我們就放在那邊 所以千錯萬錯都是媽媽的錯 對 但戲裡面那個媽媽很重要 媽媽很重要 但我得先說就是 就像梅林導演講 對 越是嚴肅的話題 或是越深的話題 我們就要輕鬆的 慢慢的去說他 對 千萬不要很嚴肅的去探討 對 所以其實 其實委婚男女希望就是給大家就是 很輕鬆 然後很愉快 但是我們去聊一件 就像後來講 是跟文化 或是跟很 世代的鴻溝 是有很大的 關係的一個話題 那 我覺得觀眾不管你是 是不是這個 同文層的 或者是你是 對這個好奇 或是你是 不管什麼族群 我覺得最簡單就是抱著 你就是來看一個 親情跟愛情的戲劇 對 然後很幽默 很好笑 對 先抱著這樣的心態 然後來觀賞 然後其實我相信你在裡面 一定會看到 不管是在親情方面 或愛情上面 對 或者是你一定會找到 你自己的一個共鳴點 真的 好 那以上文青事的內容解讀 我們就先進去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 大家的心情裡面 就是其實要看戲友 就來 我們知道我們要討論的東西 都很多 那就是靠你們去做 日常生活展演出來 讓人家願意去親近這個話題 那把它講得很沉重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點距離感 對 那其實應該就是講close一點這樣子 就平常 其實就是同性生活在一起 對大家的成長過程 應該都有某個部分 是經歷過的嘛 其實在宿舍啊 或是什麼 就是你總不可能去 什麼男女合宿嘛 不過 所以 唐正剛以前有跟別人合宿過嗎 合宿 有啊 有啊 以前在還沒 就是還沒開始拍戲 進娛樂圈之前在跳舞 對嘛 對 那以前在讀書的時候就是 那個時候我們是 類似有點講 末代和尚班 就是我們是男女 分動 嗯 然後那個時候管很嚴 就男生就要一動 然後整動全部都是男人 然後中間有那個走廊 你還不可以過一半 對 會有老師盯在那邊 然後另外一動 就全部都是女生 就這樣就完全分開 其實那段的生活 對你們探討的這些 特別的朋友來說 是最幸福的 哦 對 因為那個時候很單純 然後也不用去 然後他可以光明正大 看你洗完澡之後 穿一些內褲就跑出來 然後他也不會 好像也不會成這樣 對吧 這樣講是某一種狀態中 是成立的 對 然後後來大家開始有一些什麼意識的時候 然後去講 那個時候就又進入了 複雜一點的想法 複雜一點的想法 所以單純的快樂 在那個年輕的時候比較容易感受到 所以在這裡面演的時候 會有不快樂的感覺嗎 就是會演出那個揪心的多 還是會演出開心的多 都有 我覺得都有耶 對 其實很複雜 因為 等一下講很複雜 大家才會來看 超複雜的 我都不知道怎麼講 對 就是 因為 平常生活也是這樣啊 就是你可能 就好像你可能在家裡面 跟你家人吵架了 你出來看到朋友 你還是會很開心 但回到家你又覺得很煩 就是他不斷的是這種 拉拉扯扯 拉拉扯扯 複雜的情緒 就是拉拉在裡面扯扯 對 是吧 對 我們開始講冷笑話了 沒有 沒有 我們很嚴肅耶 拜託 對啊 拉拉去扯扯人家的生活 才會有產生這一段 裡面的偽活的那種衝突 對 其實是對的 因為就是你這個拉拉 扯出了這麼多有的沒有事情 對啊 不是這樣說嗎 我看到這種 關鍵因素就是在拉拉扯扯 一切都由拉拉扯扯開始 都是由拉拉開始 拉拉扯扯開始 我們這樣請大家問問題 所以我們要必須 讓他們的問題 成為你們回答的那個 好啦 先問一下後安 他們說 就是你真實生活當中 你也從來不避諱說 你有一個交往多年的女朋友 那這次 他在看你跟唐正剛這樣 積吻啊 什麼那個肌腹之親啊 那 除了你跟他回頭說 你證明你不是gay以外 這件事情 你們在這件事情上 曾經有什麼拉拉扯扯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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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蛤 大局面發生的事情 他就是很贊成就是一個比較開放 比較自由的一個社會 他呢比較好玩的是就是他 看我演這一種戲 就是我的情人對手戲是一個男生的時候 他的反應是 欸這個很熱喔很熱烈喔 真的啊天啊 這個滿激情的 可是可能跟一個女... 是一個看好戲的心情 對對對沒錯沒錯 然後今天早上我有講到就是因為他 他是他不是演員 他是寫詩的 就是作家 所以他其實是都很佩服會演戲的人 就是演員就是那個就是能夠投入角色 進入一個另外一個身體 另外一個時空那個那個概念 所以他就是也是很欽佩就是 我們我們這份行業 我們我們做的事情 所以算是一種對你的崇拜就對了 對可是我也很崇拜他 呵呵 他英文寫得好好 太少太少 對 就有點都滿離體的 喔對不起對不起 我們在維吾男女要討論的是 那個舞家的事情 是對不起 我作家的事情 我就先退掉了 回家去跟周華街人講 好好好 可是爸爸有一 就是爸爸對你這部戲後來有什麼特別的 他也是滿佩服的 他觀念有做過什麼轉變了嗎 他一開始不是哇舞這樣子嗎 他哇舞的意思不是 因為我是演頭銜臉 他哇舞的原因是因為 哇你漏兩點了 哇你這樣就是螺著跑來跑去啊 哇你就是什麼什麼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可能大家可能有嘗試過吧 可能跟爸媽看電影 然後那個電影裡面有一個激情戲 喔真的好尷尬 然後都很尷尬這樣 然後都不敢講話 然後就是眼睛直視著電視螢幕 等那個scene過去之後 然後我去喝水啊 我就上廁所這樣就是這樣 欸真的耶 可是這一次就是我啊 他自己兒子啊 他演這種鏡頭 然後他也就是也只能說一句話 因為不說的話就更尷尬了 那爸爸對你在裡面跟那個 唐正剛的親吻有什麼評價嗎 他說親得好 喔真的嗎 那你覺得你比較會還是你爸比較會 爸爸有跟你說過這件事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們就空的話可以邀請周家 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再請周家來來回答這個問題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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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是蠻不錯的 那你那個問題有想到答案了嗎 我想了一下 你再想一下好了沒關係 你可以再想一下 好再想一下 讓那個這邊再來回答一下 對對對 那既然先問到那個 後來就問一下唐正剛 好 那親女生跟親男生 就你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 嗯 其實說說很 這件事情他回應的就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他親過了哪些女生 喔 就是我們接一接就得到 大家想要知道的事情 一個長那麼帥的人 一定總是要在這裡有些挖掘 有些探索 欸我這樣回想起來 其實在我拍戲過程中 親男生比親女生多 真的 真的嗎 那你親過了幾個男生了 我親了 我還記得我的第一部戲叫 Go Go G Boy 同志片叫Go Go G Boy 對 裡面至少 至少也親了三四個 哇賽 他們都還在線上嗎 這我就不知道 因為那個時候還很新人 所以 對不是很了解 就開心的一直在 那裡面最大 哇賽 那裡面穿什麼啊 裡面 都有啊 但是也有穿那種很貼身的 我現在有點忘記 你看有人故意忘記 我們相信一定會有這些 好 我們提供了大家一個 就是今天看完那個 阿安大明星中 記得看《偉婚男女》之外 然後記得去看她的 Go Go G Boy 那很久了 然後後來艾草也是 都是親 親莫子儀 小莫 對 跟莫子儀也是親了亂七八糟這樣 天啊 所以親了亂七八糟這件事情 對你來說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 蠻特別的 每次親都很特別啊 真的嗎 對 每次親都很特別 那中後阿安的嘴唇 有帶給你什麼靈感嗎 靈感啊 你還盯著他的嘴唇看啊 你現在變詩人了嗎 沒有 因為像混血兒 其實也是第一次嘗試 哇 對 就是 小冬是我第一個親的男生 喔 我的初吻就先給他了 真的真的 這樣對你來說比較傷 難道親過那麼多個 不不不 對啊 就是他這件事已經 他很能親 我很能親 對 為什麼總有一種 對啊 奇怪的電流啊 這是正常 這是正常的 因為畢竟你知道 五家就是這樣子 對啊 啦啦不懂 好不好 不會啦 所以拍這部片 兩個相處也蠻長的時間 我說過程 對 對嗎 總共就是拍攝加前期後期 其實兩三個月 兩三個月其實可以讓 兩個一直很密切互動的人 其實還蠻能夠互相了解 然後如果氣味相投的話 應該就可以成為朋友 對 但如果不相投的話 今天就不會如此和諧了 和諧在這裡面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對 是這樣子 對和諧 哇 好厲害喔 這和諧這件事情 就要由李津田小姐來為大家 對 稍微做一下 你不能被和諧掉 對啊 不能因為我們很和諧你就被和諧掉 對 這是我要做什麼什麼 沒有就是討論一下 拉拉扯扯在這裡面 最重要的 不可被忘記的事情 你在這裡面其實 其實對今天來說演這樣的角色 也不是第一次了 嗯 對 之前是戀愛玲嗎 對 就剛好在這裡啊 正在三立這邊 是 一個那個 而且它是有一種 誤導誤狀 爆紅這種 那條線的概念對不對 嗯 謝謝 因為清下去就 我們是 沒有沒有 對小莫我剛剛一直到 就是最後 結局那一集才清 嗯 而且清的時候一直被交代 不可以太多 不可以 因為我們那時候他們其實 是演一個氛圍 對 然後已經很把大家勾得癢癢 有點壞 好厲害喔 然後大家就那個 對那條線就有點愛 我相信那個 這也對這次選角 應該有產生一點點 就是大家對你的期待 謝謝 所以你在某些狀態當中 已經成了那個 就是啦啦偶像啦 啦啦偶像 有啊一定會的啦 謝謝 就是你要回應一下這麼多支持你的朋友 這次你把它多挖出來看片欸 謝謝你們支持 謝謝 不要只講謝謝 剩下一個偶像 都能夠表述一下 就是這次 你演這個戲的時候 心情 因為這裡面其實 動作片更多 動作片 動作片 都蠻多的 有親吻的部分吧 對吧 而且 其實我大概看了幾個 那個簡單的那種片段 其實就剛剛跟小莫講的一樣欸 我覺得這裡面 拉拉的感情其實好像 是更想要去做探索的 對 所以你很重要 它是一個key point 對 它是一個讓一個和諧變不和諧 然後打亂了一切 但是也有機會重整 都是因為它開始 就是你 對 因為 因為 因為五樓個性 突然間很man欸 你這樣突然間很沒有 對 因為五樓個性真的就是 它很知道自己要什麼 而且它不願意假裝 就是屈服 認為它覺得 為什麼 我為什麼要就是 你們什麼家庭和諧 社會和諧 我就要委屈我自己的愛情 還是什麼的 所以 其實這部戲 最 尾婚男女啊 它最主要是 很清楚傳達 在刑事婚姻這件事情上面 它其實是一直存在在社會中 但是卻不見得是 大家有去注意到 這背後其實有很多的壓力 跟無奈在的 真的真的真的 我在看你們那個 有某一次的那個 像 波音座談 還有 其實好像在對岸 就你們選的那個城市 好像在當地 有一些做 尾婚媒合的 有 對 是不是 很多 然後所以 文青寺的討論 我們先暫時到個地方解釋 因為剛剛有人想要問的是 李金田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要回應一下 庶民的問題 好 沒問題 就是 金田啊 在演那個戀愛零距離的時候 跟學姊聞的就是有點青澀 這次跟大嫂青的有點 就是很投入 請問這兩件事情 你可以稍微 那個評價一下 這兩次吻戲 就是你大概 你大概 沒有說回到 一個這樣的狀態的時候 他一定是這樣 對對對 他就很開心 他說 他就說 哎呦害羞嗎 他說青比較激烈 會比較害羞 又說又鼻動 又什麼婚紮 什麼一大堆 就你無所不在的青 就是這個是成人版嘛 那戀愛零那個就是 青星 青春版 對 那畢竟那時候在八點 而且是一個家庭 對啊 我總不好的意思 把人家罷光 不會 我們不會覺得怎樣 你做啊 我們OK的 好的 事情都結束了 大家可以瞎說啦 但是當時就是 當時有當時那個 這次有這次的那個 著力不同的地方 對 那青起來 你到底用什麼想法在青 還是這兩個有教你 做什麼事 因為你在裡面 感覺比較man 那這兩個就現成啦 那麼man 那麼帥 沒有 我跟你們青髮 不一樣的啦 哈哈 是一個嗆聲的概念 對對對 我們現在對那個 所以跟健康的競爭力 各有各的 沒有我們沒有要競爭 沒有沒有沒有 他是一個安中較勁 他不健康 對 他現在想要壓過你的意思 所以待會兒你一定要 講得比較厲害一點 沒有 沒有啦 其實 真的就是投入那個 角色的狀況中 然後 因為五樓他的個性 本來就是真的 就是比較直接 所以說他對 特別是沉默的這種 溫柔型的 我一定是 就是像大野狼 要撲上去 天啊 大野狼要撲上去 大家有回答 聽到他的回答嗎 那我還是很 沒有 跟你們倆比起來 我覺得我還好吧 真的嗎 他們只是有上空 他們那個在 都空 全空嗎 你們不是連脖子這邊都 親過去了嗎 有 全是 就是臉啊 身體都親 對啊 你這樣一直摸 就是 我還只有局限在這邊 天啊 對 拉拉部分還是 你知道導演還是出 有一個氛圍啦 對 雖然有那個 要吃掉的感覺 但我覺得還是 因為我們看完片以後 感覺還是有 唯美的 讓他再美 美麗一點 整個婚紗啊 那個 對 畢竟他們是剛開始 對嘛 劇中 剛萌芽了 我們已經三年半了 對 三年半老夫老妻了 老夫老妻 對 比較重賢一點 重口味 還可以嗎 是你提出的要求 還是他做的設計 沒有 我們就是 我們原本的一個想法就是 有一陣子了嘛 反正劇本裡面就是標好 我們是交往一陣子了 了解了解 所以我們就是 故意把它弄得很生活化 沒有啊 出新招的概念就是 不是出不出新招 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我們已經很熟悉 對方的身體了 熟悉對方的那個節拍 所以就是動不動 你唸我一下 我抓你一下 現在你就聽到身體 你就在笑 不是 因為我覺得 不是 我是聽到熟悉 熟悉 身體沒什麼好笑 他用熟悉身體 然後我就覺得說 嗯 他們兩個 不知道用什麼方式 去熟悉彼此 我們這件事等一下再來討論 我們先看一段影片 因為大家其實 在那個 今天的節目當中 可以幸福的 先看一些簡單的片段 我們幫你把它湊起來 好不好 好 然後先看一段影片 我們自己看不到 但是你們可以 網路上的朋友來先看一下 他愛我 他不愛我 沒有愛情 真好酷 為什麼媽妳有鑰匙 是 媽 為什麼我會有鑰匙 你幹嘛 你到哪去 是個變態的樣子 那個 我今天退休了 我今天搬你那裡去住 你要搬來住 等到你們生寶寶危險 這件事讓我們確定一個狀況 就媽媽心急的時候 連電文牌都可以拿起來大人 哈哈哈 就是手邊拿起來都是武器這樣 然後剛剛這一段是 那是 男男青的一個 大概的大會整 對 對 個人本身最難忘的是哪 我覺得 難忘 我沒有難忘 難忘裡面有一些狀態 難忘可能是 當時覺得開心 我親完這個衣有未盡 那男人可能當得好窮 這可能有很多 我記得那個 其實印象最深刻就是 其實 因為我們 在戲裡面接吻 有很多其實是小剛主動的 就是 除非就是我叫他來親我這樣 來過來 這樣親一下 這樣親一下 可是有一個就是 我們出去喝完酒之後 然後是 要我很激情的主動去吻他 然後那個有印象 因為其實是 那個整個 是剛剛哪一幕 是剛剛金田在講 貼在牆壁上那個嗎 對對對 其實那個是 就是金田在哭嘛 他之前一個 一顆鏡頭 楊朵 對不起 楊朵在哭 楊朵來我們家 剛進來的那個 在前面 這邊還沒有 所以要看了 太過分了 那在哭然後你們在清 就是一個這樣的反差的設計 對對對 可是是之前一個就是 比較激烈一點 所以那一幕 我們沒有剪出來 就是你故意留下一個 對阿 要看阿 要看阿 那那一幕你 大概畫了多少 設計 那個過程 那個其實我們就是 心理準備就是準備最多 就是說 就是要 就是很 很熱情 很激烈 可是其實到現場的時候 我們就是 就是簡單一兩句 等一下你先走 我抓你 然後碰這樣 來個洞這樣 所以然後就 Action就來了 真的真的 所以在某些那個 激情過程當中 你會做一些 主導嗎 我們是 不是是我們都會一起討論 就是算是 抓那個節拍 對 就是因為 呃 情感的部分 或怎麼親什麼時候 我們不會去 去深究 但是我們會 比方說在這一個 呃OK 我們可以動線怎麼走 然後什麼時候 他拉我 什麼時候我拉他 然後大概知道一個狀態以後 我們就順著走 對 嗯 那你們在裡面的初吻是哪一 哪一吻 這個剛剛沒有看到 也都沒有看到 車上 車上 車上有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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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車上 對 算是 就是這個電影裡面的第一個 對 第一個 就是拍這部戲的第一個 是在車上 但是在片裡面 武剛跟Sam 已經在一起三年半 所以那個初吻是在 沒有電影裡面第一個初吻好像是 就是沉默跟他戲裡面那個 另外一個那個 喔什麼 小 什麼雅 麗雅 麗雅 就我們兩個 誰管他們 對 李京田一直在聽他們講話的時候 就在面露出一個人說 幹我什麼事啊 幹我什麼 他怕我們說他名字 對對對 為什麼我沒有看到 為什麼沒有看到 就是大家 就是在 他們的吻戲看起來 就是甜甜的 然後你的吻戲看起來就 那我的才是甜甜的吧 好好好 好好好 你看起來很多情緒啊 你親的還蠻 蠻澎湃的吧 就是內心一直在翻騰的那一種 因為我就是要吃了對方呀 你不要再這樣 我跟你講他們已經有人說 大野狼啊來找我啊 這種留言已經開始了 所以我個人覺得 現在還沒有深夜時段齁 大家冷靜齁 對對對 如果以後人家把你界定成 是一個大野狼的話 因為還沒出來 我不是啊 那裡面你是一個怎樣的女孩 說五樓嗎 對對對 五樓確實個性就是比較 比較衝比較直 所以說在感情上面 也是勇往直前啦 那我在戲裡面跟 楊朵的初吻是在酒吧 然後那場 我覺得拍的時候 剛好是他們當地的冬至 好冷喔 我們那時候拍到 在成都那裡 對冬至很冷 然後又下雨 拍到好像一兩點 然後但是那個場景很夢幻 因為我們是 他喝醉了 然後而且我們現場是有 泡泡雞 是不是偶像劇的場景 一定要啊 我們都是這樣子的 對然後我們就是 他就有點喝醉 然後我們就是跳著舞 然後他就是來親了我 這樣子 但其實我們拍的時候是 一直在流鼻涕啦 然後 然後你在那邊有什麼水土不服喔 那邊 他們問的喔 這是他們問的 你看他們都知道你在幹嘛 很強欸 是真的 他說你拉肚子欸 對我是回來 回來台北的時候 台北拍的時候 才開始拉 那在當地其實我 我也蠻喜歡當地的辣啊 只是說剛開始吃的 會比較沒有那麼習慣 但是 我記得我回來以後 都還是會 會變很想念當地的食物 會想再去吃辣的 我說我回來後 拉肚子是急性腸胃炎 然後那時候剛好是要拍台北的場 又很集中都在家裡拍 所以說我就是邊拍邊拉 邊拍邊拉 我都覺得不太好意思 不會啊就是他就是 沒有沒有他是 整個片場都是我的 整個片場都是我的 我懂我懂 沒有你在裡面就演啦啦 所以才會有這種 我都會上完都說欸那個 等一下那廁所要等一下 對啊他們 欸你的某些那個 這部 因為在這前置裡面 其實大家 大家都可能有來參與過一些活動 都對某些 大家現在很期待你 什麼在那個酒吧裡面 立戶大嫂的人 喔對 但其實我要說實際面是怎麼樣 妳說妳說 實際面我當下第一眼看到那個 裡面的莉亞 我說 這個子比我還高欸 比我還man欸 我還找了他一下說 欸你今天穿什麼服裝啊 所以他還說 喔那算了我把那個 我那個 是原本是穿雕皮大衣還是什麼 皮大衣喔 皮大衣 皮大衣 皮大衣就是對不起 黑的皮大衣 皮大衣換一下那樣子 然後我就 就是五柔嘛 就上了 真的真的 反正這一幕到時候 七月一號大家直接上Vito先看 對對對 不要透露太多 透露多一點 因為他們沒有看到 他講說妳在裡面有多man 然後跟人家講說 妳拍桌子的聲音有幾分倍啊 然後可能幹嘛幹嘛 就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明明大概只有二十幾秒 然後講到大概有二十幾分鐘 他們就會一直來等那母親 我們一定要這樣勾起人家 想要看的那種心情 對 那你在裡面那個三母先生 怎麼看這對兄妹啊 我們都跳脫那個感情之外 他是很 他好像第一次 他是第一 在戲裡面是第一次碰過五柔 第一次見到他 喔 然後他第一次跟他認識 五柔就跟他很 摩擦很大 五柔其實 Ugly 對 他是說我醜 說我是什麼 你說裡面五柔是山母草 對 然後還說我是什麼 什麼 我就是 讓我 讓他 讓那個 他大嫂不能 就是舒服舒服的生活 因為就是 就是你還 你都結婚了還交男朋友這樣 對 然後所以他 他是責怪我 他責怪是因為在示愛跟宣示 他想要 保護 保護 保護女孩子 保護大嫂 真的很多那種細節 對 然後Sam其實是想要 跟他當朋友的 因為其實Sam是跟他站同一邊的 了解 就是比較這整個 兩極化裡面呢 他是比較站在那個五柔那邊 思想觀念 思想觀念比較 比較類似 了解了 可是 對啊 我們 其實戲裡面好像從來沒有對對方好過 對 就只有那次吵架 那一次我們就是站同一邊這樣 不會啊 就是裡面有一些這種 就是其他那個 交錯的那種 感情的那個 糾葛也是非常 非常 重要的事情 這樣子 好我們今天準備 還有一個片段 先讓大家看一看 然後回頭再來那個 你想好了嗎 差不多 差不多嗎 我也有一個答案 你有一個答案 對 而且我們是集體 得到的共識 如果我們講出來的是一樣的話 我們等一下送人家餅乾 好 如果不一樣的話 你把餅乾吃完 好 那我們來看那個 為婚男女 我們今天為大家準備的第三段 精彩的片段 好不好 我一整個晚上都想著你 想著 你也靠近我的心就跳得好快 好 反正 你們是你們 我是我 我就不結婚 什麼叫你 你 媽 媽 你怎麼了 誰 誰 我叫你 你靠我沒結婚 我其實 一直很喜歡我們家大型 所以我們就要放棄彼此了嗎 他張開嘴巴 對啊 就是把他整個含下去耶 你是不是要這麼實際 你真的是要吃了他 對 因為一般親自先碰到 再看看他 你是直接含住 他是董蓉 當下對方都感覺要放棄 放棄了 對 所以你就是 直接用咬的 你幹嘛現在害羞 你當演的時候不會 我們接下來這段 我們兩分鐘時間 李靜天回應一下 剛剛張開大嘴 然後把他吃下去 不要啦 你們 還學我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那我們兩個 就是學他一下 你先模仿一下 唐靖剛你模仿一下 李靜天剛剛那個 親吻的主動 但我覺得網路上的 你的粉絲應該會想要 算了 就是 我剛才 大家可以到時候 仔細播出的時候看一下 他是有點就是 還翻新 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都同樣做 那你講的是那個 你自己演一下好了 我現在不行啦 我現在臉都紅了 我覺得好熱喔 我們沒有在管你的啊 不然沒在幹嘛 對 我們熱視 那把燈關掉 對不對 要吃餅乾 沒關係 吃餅乾 是周後安的事情 對 不干你的事 那個姜恩哥 我們就是保護一下女孩子 她害羞 但我跟你講 你們真的想看的話 那個手指頭 想看要到時候播出的時候 對嗎 看一下五樓怎麼 然後你可以重播 這時候那種 兇有地公的狀態就出來了 哥哥就出來保護妹妹 真的是很 沒有什麼好像在這裡 就是對你們在多加那個要求 反正就是今天最重要 就是希望這部片 在很多期待身中 然後真的讓當天 手印的時候 可以讓很多人可以去 看一部愛的故事 對不對 然後看一部愛的 就是有愛的人的日常的生活 那只是他們也很 也有一些揪心啊 也有很特別的地方 欸 回到那個裡面 講一遍 就是回到生活當中 以劇中角色的概念 對爸爸出櫃比較難 還是對媽媽出櫃比較難 出櫃 不是出櫃 出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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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爸爸怎麼可以出櫃 I'm sorry 都有點難 對 出櫃 出櫃宣言 我要換姓勢了 爸爸說比較難 還是跟媽媽說 以你的認知啦 我不確定欸 因為我覺得可能 每個人家裡頭的爸爸媽媽狀態也會 對 他們本身的個性跟思想上 是啊 那在這戲裡面 都難都難 我覺得Sam Sam的爸爸是比較不接受的 因為他是跟家人住 原本在南非 可是後來離開是因為 就離開了 就直接到中國 那戲裡面到成都 還有就是不要被家人有拘手 外國人比較瀟灑 對 東方人就會揪很多 媽媽要來住還要說好 對 是不是這樣 對 我覺得媽媽來了 就只能接受這樣 對啊 Sam就說媽來幹嘛啊 那種感覺 應該那種概念的感覺 對啊 那戲裡面那個呢 跟媽媽出櫃 跟媽媽出櫃就難 但其實在戲裡面 爸爸已經走了 就不在了 對 所以還好就不用 再多面對爸爸 對 可是反而對媽媽的感情 因為自身媽媽媽 媽媽把我們帶大 媽媽就會覺得說天啊 所以那個連結 而且家裡頭兩個媽媽說 天啊 造化弄起來 老天爺啊 我的老天兒啊 應該是在裡面 所以娟姐其實在戲裡面 就是她把 真的是上一代媽媽的那種揪心 然後怎麼辦 然後感覺 判一輩子的事 都好像 在傳統觀念 她是毀了 她沒有判頭了 所以娟姐把 這一個部分的情感 其實表現得真的非常好 而且她兩個人 就是有一種 給她來了兩個連環抱的那種感覺 對 真的 就是她本來美好的夢多 真的是很可惡 對 媽媽的心情來說 對 不過有人在講說 現在我們在台灣 是一個很進步的地方 然後可能同婚已經釋現 你知道行為還會存在嗎 可是我相信 這應該都會一直是存在的 對不對 釋線歸釋線 可能提供大家另外一種 生活的選擇 但這還是一種選擇 我相信還是很多人會一直 有一些糾結的 那個 感覺 就像 有人一直在糾結說 爸爸到底哪一首歌 可以當主題曲 好 我有想到 我想到一個了 真的喔 我也有想到一個 你想到歌幾個字 兩個字 兩個字 那我們都不一樣了 不同意思喔 那你是 你也是七個字的嗎 沒有耶 你怎麼那麼多 你到底哪幾個 這是歌詞吧 九個字了 也有三個字了 我們今天大概這兩首歌 最後得到我們大家的那個 那你的兩個字了 我是猜花心 花心 你跟你講 大家第一個裡面都猜花心 對嘛 但花心怎麼可能 怎麼不是呢 當然不是啊 花心在 花心的概念這裡面 一點都不花心啊 花的心藏在蕊中 但是我們以歌名 我們覺得這裡面 比較像愛香水 那這是三個字啊 還有我是真的付出我的愛 你爸爸為你的 那個這部 那個可愛的作品 其實在多年前 就已經鋪成了很多的音樂 然後大家可以 一邊聽周華界的歌 一邊看 可以 爸會很開心嗎 我爸在擺帥這件事情上 做了很多的爭取 當然高興了 我都高興了 然後阿安大明星齁 就是不免俗了 還是 欸 手機的主人在哪裡啊 他鎖起來了 所以我們要留下 我們這個 就是一些 自拍可愛的畫面 好的 然後剛剛他拿這三個啊 麻煩一下 三位都是 文青 文青 就來參與的大家 我們有一個夢想版啦 這是我們要 由你們來告訴我們就是 呃 夢想是什麼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夢想 這是要寫下來的意思嗎 寫下來寫下來 就是勵志的 哦 就是給大家就是 夢想是什麼 就是你們這次 你們這次在這個電影 呃電影當中也扮演的大家 追尋夢想的一種 情緒 嗯 追愛就是 勇敢的去擁抱它 也是一種 夢想當中很 很需要勇氣的 生活態度 對不對 那 以你們來想像啦 那個夢想 你怎麼去界定這件事情 不是你的夢想說 啊我要買房子啊 那種夢想 可是夢想就是 不斷的怎樣怎樣 啊你一定會 我太想看已經太想了 他回到他 大學戲劇系的課本裡面 在想著 這不是不是 不是個人 不是個人的是一個 就是比較 戲的 這個戲的 分享的概念 你也可以從戲中出發 你也可以從你 個人生活中 給大家一些 你的理解跟 你對夢想 再三咀嚼之後 你為什麼沒有在 我們在等的時候 就跟我們說要寫這個 不會啊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容易的事情 對 沒關係這件事情 可以留著慢慢的寫 但是 當手機已經解碼的時候 就是要留下 自拍的時候 解碼 好 我們要留下三張自拍 我們這個安安大明星 後續會 那要有你嗎 不用千萬不必這樣子 對 你們是我的來賓耶 你們是大明星 我是安安 那不是要有你嗎 所以我把安安留下 要有你吧 那先拍你們的啦 我先不要在那邊 跟大家湊熱鬧 怎麼好意思呢 我來看一下大家網路上 還有什麼想要跟你們那個 花心是一首歌 對啊 花心是一首歌 今天 今天好多人去參加你們的那個耶 喔 完了手機喔 沒關係沒關係 可以可以可以 我知道 你知道 鋼哥其實很厲害的 不用那個 不用害怕 那我千萬哥在你 鋼片裡面有沒有全部的吻戲 你們要去看喔 才知道喔 霍彎要吃餅乾嗎 喔 我輸了嗎 他們有在問這個問題 你看他們真的很用心耶 都知道我們剛剛 就是下過的那個 心願 對 就是我們有一個籌碼 可是他們也有參花心啊 有有有 我們OK 我們可以 你常吃好多 你拍幾張 你常在當你認真一點 要拍三張啦 我們都有幫你入鏡了 喔真的嗎 好 好啦 夢想版此刻可以那個 開始去寫它 也可以那個 我們會後再來寫 那 有把握在兩分鐘之內 可以把它寫出來嗎 我們聊天好了 我們聊天好了 OK的啦 最後兩分鐘了 那我們今天真的很開心 然後不知不覺 你看 好快 瞎聊就是王道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要說什麼 所以我們一點都不瞎 對 我們都沒有用和諧的方式 把任何一個人在這裡面 讓他置身事外 然後最後就是 回到我們導讀的狀態當中 簡單的就是最後的 一個人用大概30秒的時間 請大家如何在7月1號 願意上Vito來看你們的大首播 好不好 30秒 沒關係 30秒只是一個概念 你就說吧 你可以講30秒 對我只是要這樣子跟你講說 好啦 那唐正剛先講 好 就是 偉婚男女呢 是用一個很輕鬆幽默的形式 在聊一件嚴肅的事情 但是我們就放鬆心情 來看一段跟親情愛情有關的 一部好笑的片子 好不好 7月1號 有點複雜 但絕對有趣 然後一定要來收看 那可可可講得很好啊 對啊 可可講得很好我還要再重複嗎 當然 你說重複我講的話嗎 每個人有自己那個啊 想要說的東西 比方說我在裡面真的很漂亮喔 你們下來看一下 我在裡面真的 幫LALA做了很多 你們想做的事啊 什麼什麼事啊 所以你們一定要來那個 勇敢的來這個 看一下我在裡面 幫你們做了什麼樣的服務啊 想看你怎麼成為大爺了嗎 不管就是我的親吻戲 或是哥哥的親吻戲咧 我覺得這 最重要的是這部片 它傳達出了 就是在行事婚姻上 讓我們會做更多的了解啦 還有認識他們 還有會去體諒他 所以請你們記得 7月1號要鎖定Vito 謝謝 謝謝 欸 你在做什麼 花的心 藏在Rachel 欸你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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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OK的 我覺得 偽婚男女一方面是講 就是同志之間的愛情 跟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困難 可是他也是講家庭 他是講家庭的溝通 家庭的體讓 家庭的愛 包容的愛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需要關注這個店 然後7月1號見囉 謝謝 而且現在在那個網路平台 就很方便 那7月1號是一個首播 那首播之後 我們也在公共電視對不對 也會 對 欸等一下我有一個問題的時間 你要好好幫你們宣傳一下 謝謝 謝謝 對啊這很重要 7月1號的禮拜六晚上 6點鐘在Vito大首播 6點 Vito 7月1號6點 Vito Vito 我們到時候也會陪看嘛 我記得我們到時候也會 對 我們到時候也會跟著你們一起看 對 我們到時候也會跟著你們一起看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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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禮拜 然後7月2號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那個 禮拜天的中午的12點半 對 會在公共電視 那就會跟大家那個正式的見面 那這兩個時段之後呢 所有的那個播出的訊息 後頭都在那個 Over a Rainbow 上面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 Vito大首播那天很重要 對不對 對 表示大家用最快的那個速度 希望在第一時間就能夠 願意支持這樣的一個 偶心力寫的作品 周美玲的戲應該是值得去品味的 是 然後又加上這一次 有這麼帥的男生女生 然後 今天你可以先說帥嗎 可以 當然 當然 因為漂亮的那個 今天看我沒有來 對 所以裡面她是比較帥的 然後想要看 唐正剛小桃紅的內褲 也是只有在戲裡面 對 今天他還沒有跟我們講 是什麼顏色 但 我們已經要結束了 你的夢想是 內褲什麼顏色 今天的小桃紅給大家抽獎 好 好 但我今天沒穿小桃紅 對 你今天偷看一下好了 我偷看一下 你嗎 不要 這 怎麼好意思 他自己來 不用啦 不要 你敢滿足他的心願嗎 這件事情就告訴我們 就是 瞎聊就是王道 我們不會有人去做 不禮貌的事情 對 除非他願意給你看 他今天沒有想要給你看 就 留著大家 自己去他的粉磚問他 那我希望就是 這部戲可以再給大家 越來越能夠去 喜歡很多種 愛的表現方式 對不對 應該這麼說 然後不要 也不用因為特別去 界定什麼 同志啊 啦啦就是在愛嘛 就是在愛當中 大家尋找一個自己 大愛 自己想要的方式去 把你心裡面的 最溫暖的東西 然後送給你想要跟他 分享的另外一半 是 是這個概念 有婚男女 然後七月一號正式的 首播今天非常謝謝 謝謝李津田 謝謝 謝謝唐正剛 光看這種卡司 就值得你在網路上 靜靜的一個小時又二十 一百二十 兩個小時 一百二十幾分鐘 好啦 就大家那個 禮拜 七月一號的六點 看視頻 好不好 一邊看還可以一邊吃泡麵 其實是OK的 還可以看我們 但是謝謝三位來 謝謝 那明星下次見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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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們大家逼我演這齣樣板戲 那不用 我走 你們大家都可以不用演戲了 好 媽 不用演戲了 媽 小柔不出那個原因 這是你 我一開始就說不要說謊 好 媽 現在只有一個遺憾 就是五樓還沒有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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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